01 头脑发达却品行顽略的问题少年 周小智很傻很萌很天真的软妹子 周小智是一个戴着墨镜的裤女孩 她转学到新学校上初中一年级 哎 我问你 你是瞎子吧 在同学们的笑声中 她狂拽炫酷吊炸天的说出了她的志向 我的志向 是斯坦福 同学们哪见过这阵势 老师也是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货 她让周小智先凑合一下 和坏小子林依所同桌 林依开始还不愿意 可当周小智拿下墨镜 林依平静了十多年的小心脏 突然加速 爱情就这么产生了 做我女朋友吧 no做no day的小胖子没事找事 把周小智铅笔啥的全弄到地上了 林依当时就怒法冲关了 给小胖子一顿狂销 可小胖子有人 放了学就把林依给绊了 周小智发现林依在帮自己出气 便把心爱的大白兔奶糖给了林依 俩人从此慢慢走到了一起 可早恋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在老师家长的打压下 俩人被迫分开 但周小智跟林依约定 如果林依考上大学 就会让她做她的男朋友 结果不出所料 俩人就真的到了一所大学 顺理成章的 也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照现在的情况 那立马就去开房约炮了 可人家开房 纯粹是为了复习英语四级 林依同学 让我们一起复习四级吧 当然 作为祖国的天之骄子 除了开房啥的 大学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的 且听女生宿舍 考试作弊 打野战啥的 那都固定娱乐项目呀 好日子没过多久 周小智的父亲给林依打电话 让他不要耽误了周小智的前程 于是 俩人在一夜春宵 彼此现身过后 决定一同去美国上学 没想到的是 我怀孕了 林依得知情况不知所措 周小智选择了人流 然后提出了分手 我们分手吧 但不久之后 就因为非典 俩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很快毕业了 林依去了美国 而周小智却没能去城 都说异地恋必死 果不其然 俩人掰了 十年之后 林依在纽约感情事业都不顺利 忽然有一天 他收到了周小智 从国内寄来的结婚请帖 往事一幕幕扶上心头 他决定回国参加周小智的婚礼 然而物是人非 所有人都变了 他们的青春再也找不回来了 婚礼之前周小智告诉林依 所以啊 林依啊 我们是一个前程 林依伤心走开 留下了一个箱子 里面是关于周小智的一切 婚礼现场 林依幻想了一出勇抢新娘的好戏 实际上 他什么也没有做 曾经最爱的周小智 嫁给了别人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